有一种男人坏得很隐蔽 比渣男更可怕 他们怎么隐蔽地去伤害别人呢 我先给你们说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有一个咨询客户的老公 从两人谈恋爱开始 我这个客户的生活费 零花钱 他全包了 不仅如此 他还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照顾得特别到位 身体期他的专门记录着 提前准备药 红汤水 少了所有东西 后面那两人结婚了 我这个客户老公的事业 也越来越好 刚好我这个客户 这段时间也怀孕了 老公就说 那你辞职吧 而且跟他说 反正在家也不缺你那点工资 老公养着你没问题 你以后生了宝宝 踏踏实实在家照顾孩子 然后呢 月嫂保姆都给请好了 他也觉得特别幸福 就安心待在家里 身边朋友也特别羡慕他 觉得他上辈子 绝对是拯救了银河系 才找到这种好男人的 结果结婚三年 生了两个孩子 小女儿刚出生 他还在月子里的时候 就发现老公输鬼了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就整个人都蒙掉了 他质问老公 结果他老公就像 变了一个人一样 很冷漠地告诉给他 你而且是不了了 那又离婚吧 但他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人的 自己带着孩子生活 而且每个月 除了固定的生活费外 他根本不知道 家里还有多少钱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种男人很可怕 他最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他捧杀你 他处处捧着你 宠着你 让你变得很弱势 只能依靠他 依附他 等你被他养废了 离不开他了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在外面搞事情了 甚至直接离开你 这个时候你能做的就是 不断地哀求他 放弃自己所有的底线 只要他还能回到你的身边 但是他真的 还会回到你的身边吗 我也想问问 你们各位 平等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